我们的事 你现在就是在不高兴 你现在就是在不高兴 因为你的态度很恶劣 因为你的态度很恶劣 如果你不高兴 你就不应该接 这样懂吗 男个人在路边吵得起来 有民众叫外送 点了一杯饮料 外送员送来了 但是民众身上只有一千元 外送员也找不开 双方坚持不下 你叫客人一千块 十个全部去换投币机 你说要给我九百个十块 你说的 你有没有讲 你是不是要给我九百 那你觉得可以这样吗 你没有零钱找 你应该刚刚就要先自备 然后你叫我穿睡衣去 西餐行帮你换干嘛 我穿睡衣耶 小姐 民众坚持穿睡衣 无法去换钱 后来是邻居帮忙 才解决这个情况 不过影片一po网 就有人觉得客人只有一千元 可以在点餐时事先备注 避免外送员的麻烦 应该是要自己去找开 自己找开 因为毕竟外送员可能 可能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现金吧 外送员 这也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 民众正反意见都有 但其实大部分的外送员 都会自备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 要先准备好钱 请客人再稍等一下 我餐点先给他 请他稍等 然后我们去换那样子 打开这个随身包包 零钱盒里头 五块十块都有 另外还有一个皮夹 里面还有一百元跟五百元超 零钱大概会准备两千到三千元 这一张单的时间缩短大概 假设说五分钟好了 马上就可以直接下一张 虽然公司没有明文规定 找零应该谁负责 但是为了提高送单量 外送员都会自备 但没想到这一次 因为找不出零钱 双方争吵上了版面 谢谢我您的安心理会 台报了